戴士有說他刷他的卡 刷他的卡 買禮物是真的 那是要洩憤 為什麼要洩憤呢 就是說他在婚內的時候 跟各個不同的女性 不堪入目的照片 他有大受打擊 所以我花你一點錢 消費一下 怎樣 而且你也同意啊 可是他有強調一點 真的就呼應剛剛那個 苦力老師講的 我沒有刷卡 用你的卡去買東西 給我先生 他講我先生就是紙巨峻葉 他要講清楚 那些不堪入目的照片哪來 其實有人這樣講 就好像如果大家去回溯 那時候不是在這個 有其他的媒體 或者一些狗仔拍出來 留出來的照片 就是他可能喝醉酒了 然後可能醉醺醺醺的 旁邊就一個女生 然後靠得很近 然後不然就是有一點點 就是那種肌膚之輕 就是那種什麼接吻的照片 什麼等等的 我跟你講 不要講什麼接吻 如果你一個太太 看到你靠在一個女人的懷裡 那個多爆炸對不對 然後他其實他都以為 這個天衣無縫 沒有人知道 就有人講說那些照片 maybe就是那些跟他 可能在那邊怎麼喝酒玩樂 什麼的流出來的照片 不然照片哪裡來 是 好他們交往二十天就散婚了 對 大醫師跟跟汪曉飛認識二十天就散婚 散婚這是可怕吧 我覺得是可怕的 因為他的人格特質呢 他的那個愛情的保鮮期 我覺得不超過三個月 所以他三個月之後 他真實的本性會流露出來 所以當你很 他很適合散婚的女性 女友 因為這還沒有認識他真正的人格特質 你只說三個月就會露出真面目 我覺得他可能還要再更短一點 他看起來是很熱情 然後感覺就大爺 大方 你要什麼都給你 我覺得女生真的如果不夠內斂 或者不夠沉穩 很容易暈船 我覺得他的愛情很青少年 就像剛剛苦大哥講的 就是他又愛面子 所以在前期 他一定是會展現出最大方 最有魅力 然後讓你感覺到最溫暖 然後他是一個最好的一個 男性的特質 在前面會展現出來 可是等到賞位期一過了 他馬上就會流露出他真正的本性 跟他真實的樣貌 可是你一定要經過這個保鮮期以後 你就會知道他真實的樣子 是什麼樣子 不是你所想像的那樣 可是通常都來不及了 據說汪曉飛現在又有女朋友了 有 那有女朋友 這個女 這個女朋友 或看汪曉飛跟他的前妻 這樣處理事情會害怕嗎 我覺得會耶 我覺得汪曉飛的情緒之所以會這麼大量 我推論 可能跟他現在的愛情的狀態 也有一點關聯 因為你如果不斷地製造 這樣的一種事端 然後雖然女朋友自己可能還是很愛他 但是周遭的家人 難免會有一點擔心吧 周遭的家人跟朋友 會覺得你如果他好像已經有預期 他什麼時候要跟他現任的女友共組家庭 然後結成婚姻 如果談談戀愛 可能家裡的那個周遭外圍的聲浪 還不會那麼多 女生的考量也不會那麼多 但是如果要共組家庭的時候 我覺得女生的理智跟考量會比較多 因為要許下承諾 尤其是婚姻的承諾的時候 你的理性會比較出來 然後感性會比較退後 所以我覺得或多或少會影響到 不要說結婚吧 光說女朋友 我的男朋友一天到晚去跟前妻鬧成這個樣子 然後大家接談相應 清喝以堪 我覺得王曉飛 你真的太不是人了 你真的 太過分了 沒有 而且什麼口腔起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他不成熟到 我不懂 比方大家就會拿一個舉例 就是說因為這個出來 就是說你欠的大概是一點七億 可是另外一個媒體就會寫說 他去買什麼東西 名牌 你看他女朋友是拿Hermas 就是說他又買名牌寵 他現在的女友 可是我跟你講 這個其實就是你到底在製造 什麼樣的一個衝突點 如果我是你的前任 我會很氣啊 你有錢 你外行 我可能還要養小孩 什麼各個方方便面 然後你讓我媽媽以淚洗面 純正性寒來討所謂的租金 可是你有錢去花 可能買名牌 然後去從女朋友 而且在台灣租了一個 在性意企劃區的這個豪宅好了 這樣講 你們在租這麼好的地方 你這個到底 就是你會發現 他真的極度的不成熟 那也可以講說 他用這種方式來展現 我就是報復你 我讓你恨得牙癢癢的 要是我就覺得你就是故意的嘛 如果你是大醫師 你會怎麼想 你X媽怎麼想 氣都氣炸了 今天公佈的中國有十億美金的人 有一千八百多人 是世界上國家裡面最多的 就是他們的心腹階級是很多的 汪小輝沒有在裡面 一定沒有 那我的意思是說 有錢你要讓人家覺得你處理事情 是優雅的 這不是讓人家更責服嗎 你要有錢用這種方式 人家只會看笑話 文婉那你前夫來跟你借錢 你會借他嗎 直接去吃米田共 怎麼 拜託 一半以上都給你來借錢 我先給你借 我更缺 你也不要跟他借 你也不要跟他借 不要有瓜葛 可是那時候真的是為了孩子 可是我覺得我女兒 我比較清楚是 我剛開始就告訴他說 你不可能從你父親那邊得到什麼樣的支援 那他也很清楚看到一路走來 他父親也不可能給他任何支援 那如果你的前妻現在有需要來跟你借 你會借他嗎 他還在這個世界上嗎 你知道什麼嗎 沒有 我沒有知道什麼 其實沒有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剛剛不是講前任心理學嗎 基本中的這個 第一個就是說你不要自連 不要再講說我們怎樣 就你不要提往事就對了 因為你提到往事 如果是往事說 以前多甜蜜 多美好 那你是想要求複合嗎 莫名其妙 死一次不夠 還死兩次 對不對 那如果你是提到不好的事情 就是說 因為即使你只是替自己講話 那也有對對方不利的地方 對不對 人家看到了也會不舒服 所以第一個不要 第二個就不要出惡言 君子結交這個不出惡言 你看其實現在說什麼 王小慧之前都跟人家亂搞欠錢 這是他開始被你逼出來的 他一直沒有講 對不對 是你太不像話 逼得他只好反擊的 所以不要出惡言 你互相傷害只會兩個玉石俱焚 那第三個最重要 就是我們現在講的 就是不要有連結 不要跟你的前任有任何連結 不要有金錢的連結 不要有通訊商的連結 最好就當作事業上沒有他這個 不要說不要說你不在 你就當作我不在 好吧 我已經不在這個事業上了 你每天在上節目 又在寫臉書 不要看我節目 當作我死了 那比較困難一點 就是我剛才講小孩的問題 但是我覺得也不要在小孩面前 也因為我甚至有朋友已經離婚了 兩個都還住在 兩個還住在一起 就為了讓小孩覺得我們好像有一個正常的家庭 我跟你講單親家庭沒有什麼不正常的 所以你就要讓小孩知道爸爸媽媽離開了 不是因為你的原因 爸爸媽媽一樣愛你 但是你有時候去跟爸爸 有時候是跟媽媽 不要在那邊裝兩個 還一起帶小孩去遊樂園 還要營造那種什麼歡樂家庭的氣氛 萬一要配音 所以我覺得你切得剛乾 最好就是切得剛乾淨 自從我該付的錢付到最後一筆付完之後 我就都沒有跟他完全音訊全無 我覺得真是太好了 而且我覺得你心裡千萬不要覺得說 我多多少少我聯絡一下 我稍微知道你的境況 你都不要知道 我跟你講當對方試圖來跟你聯絡 那表示他一定過得不好 這時候你更要把那個牆堵起來 像比方我就承認 你說 怎麼可能這 你灰彈十幾年 都沒來跟你這樣 試探你一下 我老實說有的 可是用什麼方式 我就覺得說 這個也是很low的方式 他就可能請 我看起來就覺得他一定請人家 來我的粉專留言 而且那個留言很妙 比方說鄭先生最近好嗎 拜託你怎麼知道我前夫姓什麼 他就故意講說鄭先生最近好嗎 我就想說 這是病什麼病 我就不理他 我就把他那個隱藏或刪掉 馬上又來 就說其實一個 因為我可能會寫一些所謂的勵志文 氧氣文很正向這樣 他就說其實不要嘴巴說什麼正向 記得一個人其實真正要改變 記得喝完咖啡杯 要記得洗喔 那不行 寫一些真的喔 然後呢 這個是誰知道啊 對 真的跟你講到重點 什麼然後棉被出門 就在 就算在擠 也記得要折棉被 然後衣服曬的時候方向要對 就寫這下洋洋的沙沙 那我跟你說 我那時候我就心裡 我就懂了 我就懂了說 Somebody想要幹什麼 他就是要製造連結嘛 那這個是一個 第二個我知道了 你呢 一定 就 思污了啦 現在中道一定思污了啦 衰啦 自己自己自己拚啦 對 我真的是這樣子啊 所以我跟你講 當你覺得前任已經很久都沒有來了 突然間限中 突然間透過一些不管任何方式 要來接觸你 我告訴你 你不要覺得哇 喜滋滋 他對我那個前情未了 他對我念念不忘 他想要來再來 我告訴你趕快 他那個警覺心要起來 他念念不忘你的錢啊 對 我說警覺心一定要趕快起來 然後把所有的可能都斷掉 斷掉 斷掉 那你看到這訊息 你有咳嗽一下嗎 有耶 我剛剛 我那個被急這樣發涼 我就哇 那個很恐怖耶 感覺你還在討論我啊 都已經十年過 你還跟別人在討論我啊 他一直有推中你 我跟你講 這樣看起來就表示他 因為我們比較困難的地方 就好像鄭大哥說的 苦鈴 你現在在上節目 人家都看得到 你還說當我死了 他怎麼可能當你死了 他應該隨時 因為我們太容易了 包括透過什麼 什麼谷歌 什麼臉書 試圖連結 有很頻繁嗎 沒有 因為我都一直封鎖 我後來發現他也沒什麼朋友 封鎖幾個就沒了 那除非就是說 他還非常的有這個耐性 去創造一些什麼 他現在會去交朋友了 反正我覺得 真的記得我的提醒 新聞娃娃娃 有YouTube頻道囉 請大家搜尋新聞娃娃娃 或者掃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請大家繼續分享